把门把门 要知道我玩珠子是避开加速器的 所以要断线都是对面断线 但是这次居然给我断线两次 用这个阵容打BBB本来就很难赢 现在更是雪上加霜 最重要是这两局对战 一局必赢 一局有机会赢 尼玛被老任针对的明明白白 捕操完毕开始追击 宝可梦珠子单打赛季13 用全员催眠流 上大学球先看对手阵容 我们这个阵容是不是很熟悉 据说是上个赛季结算第一的阵容 都用这么强烈的阵容了 运气还这么好 我怎么玩 又是一局喝水对外叶珠的对战 宝可梦珠子真是个好玩的游戏 浮了个大鱼 对手手扒快笼 音箱帅对战快笼 真好玩 音箱帅用唱歌 很好 音箱帅先手的唱歌没有命中 快笼的第一个技能是火焰漩涡成功命中 音箱帅受到持续伤害 我方无法交换精灵 用唱歌已经意义不大了 音箱帅用粘粘网 音箱帅先手用出粘粘网 快笼没用再来一次 而是用出电子波 对手还真是稳得很 这样快笼就能稳稳的让音箱帅所招年年网 不错不错 继电子波之后迎接音箱帅侠的是再来一次 音箱帅已经无力回天 快笼的火焰漩涡带走了音箱帅 接下来就决定是拟了彩粉碟 用催眠粉 彩粉碟打快笼的思路是先手催眠 然后通过碟舞强化 再替身追避火焰漩涡 只要快笼睡满三回合 那一切就完美了 好的 快笼睡着了 彩粉碟用碟舞 对手叫回了快笼 派出了赛富豪 年年网降低赛富豪速度 彩粉碟第一次碟舞成功 赛富豪被减速 即使是雷晶彩粉碟也拥有先手权 因此即使这回合 我们用碟舞赛富豪用戏码 我们再下回合也能用出暴风 所以面对赛富豪必须再次碟舞 彩粉碟第二次碟舞成功 对手思考了持久 让赛富豪用出了十万福特 效果绝佳 伤害刚好过半 彩粉碟持有物胜贩 太精装 彩粉碟速度快 太精装规避弱点之后 确保能有三次出手的机会 这伤害非常OK 三发暴风 只要命中 就可以去杀赛富豪了 我雷个天 十万福特居然触发麻痹 尼玛 这是脏东西 打雷麻痹我理解 十万福特麻痹我误了个大鱼 至此财粉碟速度减半 持去了先手权 财粉碟成功接下了赛富豪的十万福特 暴风也成功命中 并且伤害也非常可观 但是下回合财粉碟因为麻痹没有先手权了 保麻痹残睡的财粉碟 是否有意义让我纠结了很久 思来想去还是保驾再说 回来吧财粉碟 上啊陆地水母 赛富豪的十万福特对陆地水母没有效果 陆地水母特性军司之力 可以无视赛富豪的黄金之躯 涌出蘑菇包子 对手投铁没有交换精灵 所招十万福特 陆地水母蘑菇包子成功催眠了赛富豪 陆地水母给他最后一击 陆地水母的大帝之力成功带走了赛富豪 对手再次派出了快龙 年年网对飞行戏无效 陆地水母没技能打快龙 回来吧陆地水母 上啊财粉碟 麻痹了的财粉碟 一次叠武不知道能否过速快龙 财粉碟胜犯回血 三十条血量就差一点点就能用出替身了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财粉碟只能用叠武 快龙太惊讶 快龙速度快在睡觉 财粉碟没有麻痹成功用出叠武 只有物圣范回一口血下回合就能用出替身了 财粉碟替身 完蛋快龙居然速度比较快 醒了过来 前手用出火焰漩涡 尼玛这麻痹简直了 破坏了整场对局的节奏 这该死运气 被老任针对的明明白白 火焰漩涡的持续伤害带走了财粉碟 自此我们只剩最后一只精灵陆地水母了 陆地水母睡他 快龙的火焰漩涡效果绝佳 陆地水母的蘑菇包子成功催眠了快龙 陆地水母用酸液炸弹 陆地水母速度比较快 先手用出酸液炸弹大幅降低快龙客房 快龙持有物圣范 陆地水母开始攻击 他大地之力这伤害帽子两发 却带不走快龙的 快龙圣范回血 到底有没有倒满血恢复灵片 有点存疑 那么先用酸液炸弹吧 看伤害冒出大地之力 的确带不走快龙 好消息是快龙还在睡觉 下一回合陆地水母有先手权 可以确杀快龙 陆地水母还有大半血 再加上蘑菇包子 一定催眠我们跟陆地水母 完全还有一战之力 陆地水母的大地之力 带走了快龙 我们还有机会 但是这个时候就显示掉线了 尼玛居然还是我自己掉线